其實我蠻訝異的 我也要警惕自己 其實我蠻訝異的 想說她還有出來面對媒體 還有上一些節目的訪談 跟她的狀況也都蠻不錯 我也要警惕自己 然後乖乖的就是 現在三個月定期 回北龍去做健康 然後追蹤這樣子 然後抽血 那妳有改掉什麼習慣 改掉什麼習慣 比如說烈酒然後喝熱湯 就我是真的聽到消息 我就真的不會再碰 睡覺我就只要躺下來 然後慢慢深呼吸 其實也是可以睡得很安穩 然後改掉喝熱湯 大家說妳氣色變口 真的嗎 謝謝 酸下巴也跑出來 真的齁 中下巴我是一直都有 人家說這是房子耶 房子我有房子 不知道已經這麼嚴重了 因為她自己還在想說還好啊 對 所以可能也很低調的 是啊 所以更是 更是加緊腳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為妳就不知道 總定在哪裡 把握時間吧 剛剛聽到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就是 平常之前真的就是 心情要放鬆 簡單的生活 不保持自己 照顧好之外 全部珍惜 每一份當下 每一事以後 就是妳要擦戴自己吧 妳愛自己把她照顧好 妳很開心 家人不放心 我剛剛出門前 就是看到這個新聞 我就會很想到以前 就是在上康熙 或是上任何的節目的時候 她真的都很照顧完備 然後又會覺得很感慨 就覺得 人真的不能沒有健康 謝謝她以前就是 在上通告的時候 都很照顧完備 她真的跟我講過一件事情 說一個人的品味 就是看女生穿什麼鞋 看出這個人的品味 這句話我寄到現在 後來我都不太敢亂買鞋 因為建民哥以前也是 很有品味的人 那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前輩 真的會永遠活在大家的心中 一路做好 阿 他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都會讓妳蠻舒服的 讓妳蠻自在 他是一個蠻感性的人 一路做好 謝謝你告訴我這個消息 我會替他回笑 謝謝你